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媒体是关注到 近期有多名的中国留学生在入境美国时是遭到美方长时间的盘查 同时被要求要检查包括电脑手机等随身电子设备 同时还有一些学生的签证是被注销并被告知五年内不得入境美国 对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犯人也表示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同时也敦促美方切实将欢迎中国留学生的表态落到实处 以财经下发言人刚刚的表态 长期以来美方处于政治目的 对此合法有效证件和签证的中国赴美留学生 滥石打压迫害 动辄盘查关押逼供诱导甚至遣返 近几个月来 每月均有数十名包括留学生在内的中方赴美人员 被美方强制遣返 美方的做法是典型的选择性 歧视性 政治性执法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美国自诩开放包容和学术自由 却错误制定并颁布实施第10043号行政令 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将学术研究政治化武器化 一再对中国赴美学生实施盘查自扰遣返 严重损害中国留学人员合法权益 严重独化两国人文交流氛围 严重违反两国元首关于加强和便利两国人文交流的共识 同中美两国人民开展友好交流的共同愿望 背道而驰 中方敦促美方将欢迎中国留学生的表态落到实处 撤销错误的第10043号行政令 停止以国家安全为借口 打压限制中国赴美留学人员 切实保障中国在美学生安全和合法权益 以实际行动兑现支持和便利中美人们交流和人员往来的承诺 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 也提醒赴美留学人员警惕相关风险